金磚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金磚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方期待利用此次会议契机 同金磚伙伴围绕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为处在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注入正能量 为将于今年8月举行的金磚国家领导人会晤 做好政治准备 王毅主任此次结合出席金磚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访问尼尔里亚 肯尼亚 南非和土耳其 体现了中方对发展同有关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 访问期间 王毅主任将分别同四国领导人会见 会谈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中方将秉持真实清诚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同非方一道 推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 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能 中方将同土耳其一道 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不断推动中国和土耳其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 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王毅主任出访的有关情况 没有需要补充的信息 当前半岛重现紧张局面 正解是清楚的 有关方借半岛问题谋求地缘私利 加剧地区紧张 破坏半岛无核化 相关动向令人担忧 我们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通过有意义的对话 均衡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 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 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切实履行美国领导人做出的 不支持台独等承诺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个外交问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维护自身法治 推进特区建设的努力 我觉得是香港的事情 是中国的事情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 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我们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美国长期对世界各国 进行无差别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美国的网军司令部 去年公然将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列为美国网络攻击的合法目标 这种做法令人担忧 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我们认为美方应当 不应当毫无根据的指责 或者是出于政治目的 抹黑其他国家 而是应当停止对他国的网络攻击 加强国际合作 切实地维护网络安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